大家好我是唐莉儿 今天我们来做好吃又下饭的家常菜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一直都深受大家喜爱 其实制作起来非常的容易 用料也很简单 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我今天用的是鸡肉来做麻婆豆腐 你也可以用牛肉或者是猪肉来做 都是一样的好吃 先将一百到一百五十克鸡胸肉切碎 加四分之一茶匙的食盐 一茶匙生抽和四分之一茶匙的胡椒粉 将它们搅拌腌制入味 腌制的过程中我们来切豆腐 这是五百五十克豆腐 将它切成大小一样的块 硬豆腐或者软豆腐都可以 豆腐切好之后我们来准备配料 一块生姜切成姜末 两三拌大蒜切成蒜末 一根小葱切成葱花备用 如果你特别喜欢吃辣 还可以加入两三个小米椒 红色的或者绿色的都可以 像这样把它切成圈 所有用料我会放在屏幕上和说明区里 接下来将水烧开 加一点食盐 将切好的豆腐块下入滚水中 煮一分钟的样子 这一步主要是去一下豆腐的豆腥味 控水捞出备用 锅中加入食用油 油热后先下入姜碎和蒜碎呛香 再加入满满两茶匙皮线豆瓣和一茶匙豆豉 如果没有豆豉 可以用老干妈豆豉酱代替 或者不加也可以 再加入切好的小米辣 一起翻炒 这时候下入鸡肉碎 快速地将它们划散 成小颗粒状 再加入半茶匙白糖提鲜 翻炒之后加入一茶匙生抽和一茶匙老抽 注意皮线豆瓣酱很咸 可以先不要加盐 接下来加入适量的清水 现在尝一下咸淡 根据你的口味决定是否需要放盐 烧开后就可以下入空过水的豆腐了 豆腐下锅后 基本上汤汁刚刚没过豆腐就可以了 这时候开大火炖煮五分钟 让豆腐充分入味 接下来勾一个很薄的芡汁 淀粉和水的比例基本上是一比十 任何一种淀粉都可以 我用了两勺干淀粉 做了一个芡汁 下面我们分次加入 防止一次加入过多 过于浓稠 烧开后再加第二次 勾芡是制作麻婆豆腐 比较关键的一个步骤 一定要让芡汁的浓稠度 刚刚裹住豆腐就可以了 下面加第三次 越来越稠 到这样的程度就刚刚好 接下来加入一点点白胡椒粉 几粒鸡精 撒上一半的葱花 滴上几滴香油做明油 再撒上一些麻椒粉 来增加麻的味道 翻炒均匀后就可以装盘出锅了 一盘香喷喷 非常好吃 色泽诱人的麻婆豆腐 就这么简单的做好了 麻辣鲜香 豆腐滑嫩 非常的好吃下饭 如果你喜欢 就赶紧试试吧 我是唐粒 喜欢我的食谱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 让我们下期再见